一句话吧 行吗 工作就那么重要吗 我们不是说人的这一辈子是要做好一件事 爱好一个人 唱好一首歌吗 难道家庭不比事业更重要吗 但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看到的 很多是非常现实的 有些公司专门裁员那种 快要生孩子 刚刚已经生孩子 所以我们说女人是一天的公主 十个月的皇后和一辈子的操劳 女人在事业上为孩子做出的牺牲 是极其之大的 这是客观的事实 但是同时孩子也不是说 你想要的时候你就能要 我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好不好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好的节目 来 接下来是婆媳之间的告白时间 谢谢 来到这里 我今天也挺高兴的 虽然有的时候做出了 一些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我想你是有文化 有知识的孩子 能理解吗 妈今天很高兴 你看看以后 只要你给我生个孙子就行 你生一个 妈给你一个房 一套房 生两 妈给你两套房 你要是生胞胎 双胞胎的话 妈再奖励你给我说 真的 说实在的话 妈这么心情应该理解 妈我理解你 但是这个房子我是不会要的 这是你一辈子心血 这房子我不会要 妈挺你 你还行吗 谢谢 妈对不起 我 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 去考虑这件事 可能是我自私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我应该要 limited